每天在这个地方按它个五分钟 对于缓解眼睛疲劳 年纪大 有老花的人非常有效 空软弯开箱了 我是你的老朋友 忽医师 三十岁就有老花的人 越来越多 连过四十岁更严重 小字看不清楚 东西都要拿得一圆圆的 才能看清楚 那眼睛又酸涩又疲劳 不但影响生活品质 而且还存在着哪些情况 你上网购物可能看错物品 买错东西白化烟往前 可能浏览网页的时候 进到不安全的网站里头 没看清楚 结果就导致了 个人资料就全部都没了 眼睛问题我帮你解决 要防止各自外泄 让你的眼力脑力 处理更重要的事情 底下是我录制的九十秒广告 提供你参考 有需要的朋友 你可以购买安装这个保护软体 别走开哦 我等一下会教你改善老花 改善白内障的穴位 能预防眼睛的疾病 你该吃什么 我们的身体需要保护 你的个资也是 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用工具 Express VPN 它像是隐形的盾牌 守护我们上网安全 我们一般都透过电信业者 这类网络供应商上网 但这种方式安全吗 因为像是国外有一些网络供应商 会把你在网上浏览的记录 卖给第三方 还会因为你查询过 例如如何合法结税 等等这种无新的记录 引来不必要的被关注 这是可以用Express VPN 保护隐私 避免有新人是哪里的个资 暴刷信用卡 或者其他非法的用途 你曾经到咖啡厅 饭店 或者机场 使用公共的WiFi吗 这个做法就像 打开家门 让骇客进来 你的信用卡号 你的账号密码等等个资 可能就被有新人窃取了 安装Express VPN 就别怀怒 好 你们可以像我一样 轻轻一按 看到变成绿色了吗 这样就安全上网了 网络数据 就会像穿上隐形的斗篷 经过加密的通道发送 不用担心 你看过的内容 船的信息会被监盖 或者被窃取 Express VPN 是被福布斯 Cnet等全球顶尖科技出版商 评为第一名的VPN哦 像保护身体一样 保护你的上网安全 给你们独家优惠 在下方资讯栏 点击连结 ExpressVPN.com 写线 Dr.Hugh D-R-H-U 就可以获得额外三个月的免费使用时间 眼睛不好啊 还会影响你的颜值 影响你在家里面的地位 不相信 马上来举个例子告诉你 第一个例子 这是你家也可能发生过的情况 你爸爸呀 65岁刚刚退休 睡个午觉起来打算出去 溜达一下 刚刚开了门 你妈妈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喊一声 哎呀 休戴起来 嘿 来 这点抓来的门家 你给我 买到等来 过一会儿 你爸爸双手真的提了两大包东西回来了 你妈妈一打开 呃呃呃 我叫你买咖喱包 你给我买咖啡包回来做什么 卫生纸前几天我才买了四大包回来 嘿 纸条上面写的是卫生棉三包 你竟然给我买八包卫生纸 三看成了八 你眼睛要不要去检查一下呀 东西开不清楚 听力不好吗 嘿 按一按 养老穴 养老穴的位置在哪里啊 我告诉你 嘿 这中医学上啊 非常重要的一个穴道哦 你看我们的手上 脑骨 齿骨 哎 在这个 齿骨的背面的这个小头 叫齿骨小头 在齿骨小头这里啊 你用你的食指按到 齿骨小头的时候 再把大拇指这样子 向外这样翻一下 这个穴就叫做养老穴 每天在这个地方按它个五分钟 对于缓解 眼睛疲劳 年纪大 有老花的人 非常有效 并且这个穴对于预防白内障 也有帮助哦 你是不是睡前都还在划手机啊 起床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手机来看讯息 每天使用电脑跟3C产品超过10小时 恭喜你 离成功的老花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更近哦 长时间使用3C 近距离看东西的时候了 眨眼睛的次数就会大大的减少了 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啊 泪液分泌就不够了 眼睛就会干干色色的 如果还处在灯光非常暗 眼睛的肌肉就一直收缩紧缩的状况 会使结状期疲乏哦 三十几岁就可能提早出现老花 连青少年也会到老花吗 会啊 一位才刚刚上国中的青少年 他原本视力是1.0 因为放暑假呀 两个月他就在家里面狂打电动 结果引发暂时性老花的症状 去眼科医生那里啊 眼科医生跟他警告 再打下去教带老花眼镜 国高中生要注意啊 不要以为老花眼对你没关系 你打40分钟50分钟的游戏 就必须要休息15分钟 这15分钟可以干什么呢 拿手机来看一看讯息吗 不是啦 是按穴位来消除眼睛的疲劳 天天滑手机的人啊 一定要把这个学起来 在大拇指上的第一个关节上 有三个放在一起的穴位 这三个穴位呢 明眼穴 凤眼穴 大骨空穴 我教你怎么样按比较有效 这样子你用一只手啊 他的大拇指十指就压在明眼穴跟凤眼穴 这个地方这样压一压 然后呢用大指的这个指甲尖按一按这个大骨空 就这样子压一压压一压 每天用轻轻的压有一点点疼痛的感觉就可以了 压压多久呢 压个三分钟到五分钟 明眼穴凤眼穴 它有明目的作用 促进眼部啊 眼睛这个部分的血液循环的功能 大骨空呢 也可以改善眼疾 有一位40岁的房地产经纪人要带重要客户参观 比如说五的时候 他出门啊 就先画个妆吧 拿起镜子一照 眼睛好像上了柔胶镜 雾茫茫的 看起来 眼线 他眼线笔啊 在下面画眼线的时候 咦 怎么看不清楚呢 那比在手上 一边画一边抖 转念一想 要不然先画个眉毛好了 平常都是画个柳叶眉 哎 画完一看 哎呀 怎么像锯纸装的柳叶眉了 好丑啊 瞬间变老了好几岁 鼎佑啊 外貌可以靠第一眉 靠滤镜来回春啊 眼睛一老了就藏不住咯 再给你一个bonus 有个穴叫做三线穴 三线穴在哪个地方呢 是在我们的这个耳朵 这个外耳道的正后方 大概三点钟的位置啊 在这个地方呢 你常常压按 那这个三线穴可以改善 衰老可以改善 老化眼可以改善 口里面的没有液体都可以啊 三线穴就在这个地方 这样轻轻按的时候呢 就可以改善了 你怎么样能够验证 你这个穴压对了呢 在压到的时候 感觉到口里面 有点口水分泌出来了 就对了 好的护眼食物 不只是对延缓老花有效 还可以有效的预防 黄斑部病变和白内障 叶黄素 深绿色的蔬菜 北林亚菜啊 地瓜叶啊 菇菜啊 橄榄菜啊 橄榄菜啊 还有绿色的花叶菜啊 这些都很好 黄色的蔬菜 例如胡萝卜啊 小黄瓜啊 还有桀瓜 花青树 蓝莓 樱桃 万月莓 还有红肉的火龙锅里头 都很多 五谷的根茎类 例如玉米啊 南瓜啊 之类的啊 柑橘类的水果 柳丁啊 橘子啊 葡萄柚啊 等等 它们这种水果里面都含有丰富的Vitamin C Vitamin C是能够抗氧化 对不对 对眼睛的保健也是非常的有效的 眼睛能够看所有的东西 能够辨别所有的颜色 都是靠着五脏六腑的精气在这里滋养 黄帝内经里头就有这样一句话 他说五脏六腑之精气 皆上注于目 而唯一之精 这五脏六腑的精气都上去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五脏六腑所产生的精气 都集中在眼睛 也能够表现在眼睛 肾的精气呢 就是在表现在那个瞳孔 肝的精气呢 就在那个黑色的黑柱子上面 心脏的精气呢 就在眼睛的血脉上头 肺的精气呢 在眼白的部分 而皮的精气呢 就是在那个勾连牵引的那些一个筋 那些一个肌肉上头 单单一个眼睛就把人体的五脏全部表现完了 枸杞子怎么能够明目呢 神龙本草经里头说 枸杞子 就服尖金骨 亲生不老 乃寒暑 真好啊 枸杞子 他之所以能够明目 是因为他补肾 肾足水啊 然后呢 这个水呢 就能够去滋润了 不但如此 而且肾还可以养肝 因为肾水 水能生木养肝 所以吃了枸杞子 可以让眼睛润泽明亮又深 并且很少生眼病 给你介绍一个 简单又免开火的护眼 电锅料理 租在外的单身族或者是小家庭都很合适 就是枸杞萝卜蒸蛋 其实应该是枸杞胡萝卜蒸蛋 材料就是枸杞子10到15颗 红萝卜把它给切成末 适量鸡蛋3颗 把这个枸杞子 红萝卜 鸡蛋调匀了以后呢 还要再加点水啊 用电锅蒸熟 就可以吃了 每周可以吃一次 红萝卜超棒 里面有β胡萝卜素 还有维生素A 让我们在黑暗中 也可以看得清楚哦 鸡蛋里头含有叶黄素 玉米黄素 以及鑫 每天吃一颗 可以预防黄斑不病变 红萝卜 鸡蛋和枸杞一起吃呢 就保护眼睛 让视力保持得好好的 不要以为近视 只要戴上眼镜 看清楚就没事了 不是哦 眼镜只能作为辅助的工具 没办法阻止近视眼的 度数加深 好好地照顾你的灵魂之窗 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 我的YouTube 每一支影片下面还有一个超级感谢 欢迎你点下去 捐款赞助我们 支持我们做出更好的内容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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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